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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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 天心 你回来啊 乖女儿 马图兰 没洗脸 天心帮妈洗八脸 妈 妈 妈乖 妈不哭 天心帮妈擦眼泪 妈 妈 妈 天心 天心乖 师弘 师弘 妈 你回来得正好 跟我一起去一趟汪家吧 有事吗 礼貌上的拜访也是应该的 我们做男方的要主动一些大方一些 不能对人家女孩子不闻不问的 眼下妈觉得是双方父母坐下来 把亲事谈定的时候了 妈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你不想成亲想干嘛 你都多大了 还这么任性妄为的 你也不想一想 妈的岁数多大了 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寒衣弄孙的 我们瑜伽人丁单薄 你身为瑜伽的独子 你从来都不考虑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啊 那个周若云 他现在孩子都已经两个了 你就别再指望他能跟你有什么结果了 好了 你就别再让妈问你的事操心了 行不行啊 于夫人 欢迎欢迎啊 汪老爷冒昧打扰 还请你见谅啊 这是哪里的话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小卷 汪老爷 汪老爷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还请汪老爷笑呢 你真是太客气了 其实啊 世红跟我们雪梅也交谎好几年了 汪伯父 我和雪梅其实并没有正式交往 我们只是走得比较近 所以就越来越熟悉了 正所谓日久生情嘛 其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今天两位前来有些话 我看我还是说清楚了比较好 因为我们雪梅啊条件不错 这些年来提亲的人 那是络绎不绝啊 可是都被她一一回绝在外 所以才拖到现在 可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不能不为我女儿的幸福着想啊 如今我不知道世红你是怎么想的 好 汪老爷 今天我和世红亲自到府上来拜访 为的就是两个孩子的婚事 这些年啊 世红在外为事业忙碌奔波 你至于啊把自己的婚姻大事 都给耽误了 雪梅这孩子非常乖巧 她每隔一段时间啊 就跑过去陪伴世红 还照顾世红在他乡的生活起居 她的付出啊我感念在心 就像您说的 两个孩子交往很长时间了 年纪也都不小了 所以我想啊赶紧把婚事给定下来 把雪梅取进了门 好 我这心事就少了一桩了 世红啊 你母亲说的是你的意思吧 王伯父 其实我的意思是 王老爷 雪梅这么好的姑娘她哪儿找去啊 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 王伯父 对不起 妈 我一会儿还约了紧朋友 要谈生意上的事情 我先送您回去吧 王老爷 对不起 打扰了 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这是哪里的话 改日我们再细聊 把这两个孩子的婚事呢 确定下来 好好好 就这么定了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啊 您请留步吧 好好好 雪梅啊 看来世红的心 不是那么轻易能抓住的 所以你要放机灵点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明白吗 啊 喂 喂 喂 啊 喂 来 玉少爷 请 去 来 来 是红 真的是你啊 你不是去外地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没几天 禀方 我们真的好久不见了 朱传贵啊 朱子顶下这间铺子的 是玉世红 玉少爷 我呢 只不过是代表他出面而已 真正的买家是你啊 是啊 玉世红 几年不见 你变成富商巨骨了 你们瑜伽哪家铺子不好顶 偏要顶我们周家的铺子 你存心哪 丑伯父 您言重了 周家的铺子 地段好 客人多 眼下 市民要急于抛售 这两千块钱的价钱 真是物超所值 我相信但凡有生意眼光的人 都会抢着想把他给定下来 玉峰 你是怎么搞的 根本没有搞清楚 背后的买家是谁啊 老爷是我该死 我只是急着便买球线 才会一时疏忽 周伯父 做生意的就是将本求利 只要是接手的人 能够把这间铺子 重新经营起来 让它起死回生 周伯父 就不必太过于拘泥了 要懂得变通才是啊 不行 我不能把铺子卖给你 这样我根本没法跟若云 和铁川交代 禀方 可是 可是老爷 我们已经把钱 都拿去还债了 这间铺子 是我毕生的心血 这间铺子 是我毕生的心血 禀方 禀方 你愿意留下来帮我吗 这怎么可能呢 我要是留下来帮你 我们家老爷做好感想 你们不是去办铺子移交的事吗 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 你是想象不到 买下我们布庄的人 竟然是于世洪 于世洪他回来了 怎么会是他 买下我们的铺子呢 这件事情都怪我 糊里糊涂的竟然没搞清楚 背后的买主是世洪啊 你 你真是糊涂你 爹 难道 这件事情已成定局了吗 嗯 已经移交了 于世洪会亲自坐镇 周家这块老匾 马上就被摘下来 换成余计不装的招牌了 这于世洪安的是什么心啊 或许是因为 当年我们反对若云和他的婚事 而怀恨在心 死即报复吧 但也说不定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世洪只是机缘巧合 透过中间人买到我们的铺子 并不是他可以安排的 老爷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对啊 禀风说的是 铺子卖了就卖了嘛 反正败给谁不都一样吗 赶快让这事过去吧 好 谢谢大家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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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若元和铁船 他们现在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会祝福他们 否则我绝不死心 你说的这什么话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难不成你要坏了 大小姐的名解不成 禀方 你为什么不肯正面 回答我的问题呢 他们周家如今家道中落 光靠铁船一个人 是不可能挽回 颓败的命运的 这么一来 若元他不就要吃苦了吗 你还是告诉我实话吧 师傅 你记得得看来 唯有很好 不认识 你怎么会在家里 你喜欢的 为什么 他要回来 他就在家里 替他 知道了 他妈妈 她们不认识 就算了 但是他在家里 真正好 那就是咱们 叫他 商人 和商人 뭐� 阿姨 妈 妈 妈 天心 来爹这儿 不要怕 来爹这儿 陪爹聊聊天吧 天心 爹 爹 爹 怎么了 没事吧 疼不疼 哪儿疼 爹先帮您揉揉 爹还好 我怕你不要爹了 怕你不理爹了 爹 还疼吗 不疼 你看爹这副德行 会不会瞧不起爹 会不会觉得爹是一个没用的人啊 天心 你可要记得 你不姓周 你跟爹姓林 虽然爹被周家招赘了 可是 没有要求女儿要姓周 你跟了爹的姓 是 你是爹的心肝宝贝 永远都是 将来长大以后 可别不认爹呀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又摔下来了 来 天心 把你点起上床 没事 没事 来 你说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要顶下周家的铺子呀 妈 那间铺子值得投资 这样一来 你不是跟周家又牵扯不清了吗 怎么会呢 周家出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会把祖传的铺子顶给你啊 你见过若云了吗 这些年来 我在割地 接手了多少铺子 经验告诉我 只要眼光准 下手快 就是经商的成功之道 你们 不需要那么担心 至于若云 我没有跟他见上面 没见上是最好 世红啊 以后你跟他们周家 就保持点距离吧 我先回房了 来呀 来 来 来帮我吧 姐姐姐 给我玩儿吗 来帮我呀 姐姐姐 给我 给我玩儿 来 天心啊 让弟弟玩一会儿啊 给我 姐 姐姐 好 打你了 我来抓你了 姐姐追我 我这个来了 姐姐追我 我必来了 姐姐追我 好了好了 歇会儿 雪梅 是你吗 还是我眼花了 如云 我们好久不见了 是啊 好久好久了 怎么了你 怎么突然一下子 就没有消息了呢 我 我去了外地 跟侍弘在一起 不瞒你说 我和侍弘这几年 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也可以说我们在谈恋爱 而且已经论及婚嫁了 你和侍弘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世界上的事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世红不也顶下了周姬的铺子 我们谁又能想到呢 是啊 这件事情让我们周家上下 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才好 若云 你也别太介意 世红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她纯粹是为了生意考虑 过去的事情 世红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些年 我在外地一直陪着世红 世红这生意做的 简直让我佩服啊 这么说 世红她不是存心要看我们周家的笑话 若云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怎么会呢 世红就算胆子再大 她也不敢得罪我好朋友啊 倒是我想问你 我们是好朋友 而我现在又爱上了你的旧情人 你心里不会因此而怨恨我吧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其实是我当年 辜负了世红 我这几年天天都在祈求 我祈求她能遇到一个 真正适合她的女人 能早日找到她的幸福 真的没有想到 原来这个人就是你啊 我很意外 我也感到很高兴 真的啊 我替世红高兴 我也替你高兴 真的吗 我现在听到你这样说 心里就放心了 以后啊 我也可以坦然地面对你了 对啊 我们永远都是知己好友 对不对 来 看看 若云 若云 怎么了 铁川她 铁川她 铁川她跟发了风似的 你赶快去看我的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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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雪梅 铁川怎么了 我们家若云 命苦啊 天心 好好照顾弟弟啊 姥姥 姐姐 我好怕 乖 天佑乖 天佑别怕 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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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川啊 你这是 你 你怎么会出来了呢 你看你啊 我做了个梦 我梦到全部的人 都在嘲笑我是个废人 成天混吃等死 我不甘心 我不认命 我要去工作 我爬也要爬去 我要证明 给全部的人看 我还能像一个 做丈夫的样子 我还能承担得起 做爹的责任呢 不要了不要了 你有这份心 我已经很感动了 我扶你进去吧 铁川 我不要 铁川 我不要拖累你 我不想成为周家 沉重的包袱 铁川 铁川 你不要这样想 也没有人会这么想啊 你为周家做的 已经够多的了 现在是你卸下重担 安心休养的时候了 可是 如今周济不撞 倒了 往后 我们一家几口 要吃什么 喝什么 我就这样成天瘫在屋子里 我怎么养家糊口啊 爹妈的年纪大了 该怎么办 孩子们年纪又那么小 又该怎么办 好了 铁川 天无绝人之路 这些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了 不 走吧 我扶你进去啊 不 不 走 铁川 来 我 铁川 来 铁川 铁川 慢点 走 慢点 走 是鸿啊 妈 看见你这么勤恳踏实 把绸妆经营得这么好 妈真的很欣慰 这个妈年轻时候的辛苦比起来 我这点努力算得了什么 你爹呀 在你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只留下那间臭断妆 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孤儿寡母 你大伯大姑他们盯着那间铺子 虎视眈眈 明争暗强 妈是被逼的 不得不强硬起来 现在看到你这么能干 妈真的可以放心地 卸下肩上的担子了 可以退下享清福了 妈 这些年来您确实太辛苦了 您想休息我没有意见 只是怕您休息没几天 又臭闲得发慌了 这个我可不用担心 妈就指望你呀 赶快把媳妇娶进门 给于家生几个白胖小子 给妈逗乐解闷啊 世红啊 人家汪老爷都开口了 不好再这样拖着人家吧 妈 我刚接手朱祭布庄 眼下还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忙 至于成亲的事 过一阵子再说吧 这和你 伯母 选眉来了 伯母 我给您带了人参 你这孩子来就好了 还带什么东西呀 你呀 每次来都给我带着带纳的 真是又周到又贴心哪 那是应该的 雪梅就盼着能早日嫁入于家 好每天伺候您左右呢 好啊 等你进了我们于家门 每天让你这么伺候着 我敢肯定我是这个镇上最有福气的婆婆 妈 我跟朋友约了要谈点生意 我先出去了 世红 有事吗 没什么 那我先走了 雪梅啊 你是有什么话要对世红说是吧 伯母 您听说了吗 若芸的丈夫重伤致残了 铁川重伤致残了 不不不 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自从六年前 为了孩子们的婚事 跟他们闹翻了以后 现在已经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若不是这一次 世红顶下他们家的铺子 我是一点都不想跟他们周家 有任何的瓜葛 你没看见 顶铁川现在就等于是个废人 要不是今天 我亲眼看到他那个狼狈的样子 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 我好害怕 来 快坐下 坐下吧 你是怕世红 因此又对周若芸产生怜悯之心 铁川他现在这个样子 就不知道他们的婚姻能维持多久 可是一旦出了问题 那世红和若芸会不会旧情复燃呢 看您这孩子想到哪儿去了 可能吗 他周若芸还守不守父道了 还顾不顾明节了 现在孩子都已经两个了 他怎么可能抛福弃子再嫁别的男人呢 再说了 就算他周若芸不顾明节不守父道 但我们瑜伽还要脸面呢 雪梅啊 我知道你是周若芸的闺中密友 如果你不忍心看着他过得那么轻苦 想去帮助他的话 我没有意见 但是至于其他的事 你就不要无事生非了 老爷找我有事啊 兵风来了 这些天我一直想问问你 这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老样子 听后老爷差遣 兵风依然会尽心尽力地 帮您跑腿就是了 生意都没了 还有什么好差遣哪 不过你说这话 还是很让我感动啊 兵风啊 你到周家也很多年了 用感情我也着实舍不得你 可我不能那么自私 老想着自己 耽误了你的大好前程 你跟于世红 自小就是好兄弟 他理当 请你过去帮忙才是 如果他有需要 你就跟着去吧 老爷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你不用顾虑我 于晋不装 什么时候开张 据我所知 就是今日 好好好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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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往下放 小心点啊 放放放放放放 快点啊 好好好快 换招牌 换招牌 等等等等 你们能不能先不要拆这块招牌呀 等等 再给我们 等 等什么等啊 你谁呀 我 我是 我我我我什么我 关你什么事啊 当先招牌掉下来砸在你头上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 来来来 快点快点 搬起来 快点 拉呀 小心啊 拉平了 拉平了 好 好 再来 再来 停车 停车 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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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只能说 是命运在捉弄我们 胡说 什么命运捉弄 你根本就是蓄义的 你蓄义让我这么痛苦 你蓄义让我爹这么痛苦 你需要羞辱我们周家每一个人 不是的 若云 请你不要这么说我 六年前 当你成了别人的妻子之后 我每天痛不欲生 颓废度日 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有选择离开 远赴他乡 自我放逐 我这么做的原因 为的就是不打扰你的生活 不让我的痛苦成为你的负担 六年过去了 我累了 也倦了 我才又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音乐巧合之下 有人给我引荐 再顶下你们那间铺子 我真的不是主动 也不是蓄义要顶下你们那间铺子 我原本以为我这么做 是帮助了你们周家 但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我现在在你眼里 居然成了一个十恶不赦 蓄义挑衅 蓄义羞辱你们周家的仇人 若云 我真的是那么冷酷无情的男人吗 不 不是的 是 是我想到我爹 我替他难过 我 我话说得太快了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若云 妈 若云 你怎么了 妈 我见到他了 我见到他了 你是说你见到于世红了 我知道 我们的铺子要顶给他的时候 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是没想到 这一幕 在我眼前活生生地上演了之后 我心里真的受不了了 妈 怎么会这样呢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妈 好了好了 别难过我 人生的事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当于世红他有本事吧 早知道有今天 当初就算我跟你爹拼了命 也要反对你招赘铁川入门 支持你嫁给于世红 妈 妈 你可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让铁川听到了 他会伤心的 哪会让他听到啊 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 我是憋不住了 兔兔心中的怨气 你 乖女儿 妈看着你这样 心里疼啊 你不错 不不错 当初我和你爹真是失心疯了 真是现实报啊 妈 过去的事情 已经追不回来了 就算你再怎么懊恼 也是无济于世的 现在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过一天 算一天了 是 终于直播啊 不是嘛 都直播已经买了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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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里面请啊 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 各位里面请 好 欢迎光临啊 随便看看 那我公司的 你摸一下 就知道质量好了 怎么样 夫人 给先生来一块儿吧 主 来 禀后 你可来了 恭喜于老板啊 谢谢 别跟我借歪啊 来看看 怎么样 还行吗 敬你一步子 患然一心 挺好的 你也知道 过去这间铺子啊 他们只卖一些粗布和软布 可是现在呢 你看看 不仅多了这么多的绫罗绸缎 而且啊 花色更多 货色更加齐全 整个铺子看起来啊 更高贵气派了 父母 我们今天第一天开张 就来了这么多客人 往后啊 我们肯定是生意兴隆 是啊 是啊 余夫人 您过来帮我 看下这料子啊 好 余夫啊 好 看见什么人了 好像是周伯父 还来干什么呀 看了以后 只能更难过 若云之前也来过 大小姐也来过 你没跟人家说什么吧 我能跟他说什么呀 他现在对我误解这么深 我只能忙着 跟他解释我的立场罢了 他已经够苦的了 你别再刺激他就行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临铁船欺负他了 没的事你别瞎猜 师弘 你们俩在这儿聊什么悄悄话呢 怕谁听到啊 你们俩 我们俩啊 就快请你喝喜酒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小子 闷闷吭声的 我先招呼客人去了啊 多久了你们的事 我对世弘 已经很久很久了 但世弘对我 恐怕还没开始吧 许美 禀峰 你和世弘是好朋友 对了 我拜托你 帮我劝劝他吧 对了 铁川的事 你就不要跟世弘说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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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了